來吧 哈囉 大家好 我們到了這週的安東比球教授 那今天呢要教大家 反拍防守 我們在做雙打防守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 學技上的雙打選手呢 基本上大家就是持反拍 持一個反拍的預備動作 那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持反拍的時候呢 有個防守的範圍 比較大 比較大 然後可以從這邊 錄到這邊 那如果你是持正拍預備的時候呢 會從這邊到這邊以後就會 過不去 所以你這邊會有一塊 一塊你的死角 所以像大部分的選手呢 雙打選手一把就會持反拍 然後再來也是反拍他的會拍的速度呢 是比正拍更小更迅速的 OK 那一個好的反拍的雙打預備動作呢 首先呢 第一個 你的腳打開 你肩寬一點點 然後 人 彎下去 然後 再來呢 你持反拍 記得把拍子放在 人 兩隻腳的 人的中間 人的中間 這個原因是 不要把 不要把手拍放在 左邊這邊 或是 右邊這邊 因為 你放在中間的時候呢 他殺著邊 欸 你過去的時間 跟他殺著 你右邊 人的過去的時間 齁 他的時間會比較一致 所以請大家在練習的時候 請把手拍置於 你的人的正中間 但是是要握反拍 另外呢 可以注意一下 在開始學的時候呢 我們的 握拍 可以握得比較 上面一點 像我們 頭拍 它上面這一段 是比較細的部分 你可以握在 這個 椎體的部分 這樣子 拇指的力量 會比較容易使用 齁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 拇指在使用的時候呢 要注意你要使用的關節 就是 拇指 下面這塊 手腕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好 而不要去用我們 手背 這個手腕 好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好 你要用拇指下面的這個關節 去做一個 揮拍 好 不是用手背 好 如果你用手背的話 大概 你的拇指就是 你就是沒有過到 反拍的波子 那我們很多人在 打球的時候呢 大家都有聽過說 我們要用 反拍 要用拇指發力 但你要記住 如果我們只用拇指發力的時候呢 會形成一個 力量 以後的情況 所以 你們在做 反拍的時候其實要加上 一個 小臂的力量進去 小臂的力量 這樣子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進去 那 你的 球巴上來以後呢 往中間抓起來 好 像這樣子一個 可能 好 那等一下請看我的 示範 請大家記得呢 就是 第一個 五指 握好 第二個 手 順量的放到最舒服的前面 然後呢 腳 稍微的 膝蓋 稍微微彎 然後讓身體前傾 形成 你的拍子 跟你的 腰部 形成最大的 空間 讓你有一個很好的 發力 好 像教練 現在 這個動作 好 本週的安東旅球 影片 就到這邊 結束囉 好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在我的頻道上 我們會帶來 有更多的教訓影片 提供給大家 節目做的參考 和學習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拜拜